为了宣传十八尖山踏青记的活动 新竹市长高宏安这次豁出去了 跟着市政府的官员议员 一起在舞台上大跳最近网路上很夯的开花舞 希望邀请民众周末假日前往十八尖山 感受大自然的气息 这个开花舞的动作其实算蛮简单的 那配上这个音乐的节奏蛮明快的 所以刚刚也想说就是好 那既然被cue到了我们就现场不害羞的 一起为了把十八尖山踏青记来打造 打抢这个品牌 我们今天就还是秀了一段 临时被cue上台高宏安完全没有任何的准备 但是提到的这次踏青记活动 就是高宏安筹备已久的活动了 活动会在五月份的连续四个礼拜天举行 每一个礼拜都有不同的主题 例如第一周就安排了植物拓映 让民众运用落叶来进行创作的活动 所以在我上任之后 我也立刻责成我们的承销处 将十八尖山里面的一些相关的绿地 还有我们的像比如厕所的部分 尽快来进行相关的改善 那同时也引入了一些市集 在我们这一次的放慢脚步游山林 在五月的十八尖山的踏青记 那我们在这一次呢 安排了四个星期的 每个星期天的早上九点到十二点 让民众可以来体验闯关的游戏 至于第二个礼拜到第四个礼拜 则是结合了童话祭 母亲节都有不一样的活动内容 因此就算每个礼拜都去 都会让民众觉得活动相当多元有趣 那这四周在五月份 其实我们每周都有不一样的一个主题 比如说第一周这个礼拜 就是五月七号的部分 刚好在客家电台这边 有半个童话祭的活动 我们跟童话做一个结合 也引入了我们闯关的一些游戏 第二周五月份的第二周是我们的母亲节 那我们这周的活动是以画妈妈为主 那包含了相关的一个市集 那第三周跟第四周的部分 主要是要希望透过生态导览 DIY跟小龙市集的部分 提供不一样的体验 让大家有个认识十八尖山 甚至高峰植物园的植物 动植物昆虫的一个活动的一个场域 十八尖山堪称新竹市的后花园 不但自然环境丰富 还很平易近人 市政府希望鼓励民众上山运动 远离城市的喧嚣 一起漫步在大自然里 记者林燕斌新竹采访报道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